广东开平市八一垃圾中转站内,一辆垃圾运输车在倒车过程中与一名女清洁工发生碰撞,致使该清洁工从馅料口吊进压缩箱,至今下落不明。 广东江门开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6月27日发布,开平市43081垃圾中转站清洁工失联事故调查报告,公布了上述事故详情。 2024年4月30日上午11时30分,根据开平市邦城环境智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邦城公司的一名员工反映,联系不上清洁工张某。 邦城公司战场管理员立刻组织人员在八一垃圾中转站及周边寻找,但未发现该清洁工。 邦城公司12时开始通口公司监控寻找,13时30分在监控中发现,4月30日8时33分该清洁工在八一垃圾中转站, 二楼四号机卸料口平台清倒垃圾时,广东宝宏环境管理有限公司开平分公司搭机运输车辆, 传ABS三星号星号在四号机卸料口里卸料,车尾与该清洁工发生了碰撞, 致该清洁工从二楼四号卸料口调进一楼四号机压缩箱。 查看监控后,邦城公司战场管理员向公司领导反映情况,并于当日13时44分向110报警, 同时立即联系汉兰开平顾费处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汉兰公司寻找该失联人员。 自4月30日搜寻工作期,截至5月13日, 经过应急专班连续不断地反护翻查可疑区域和垃圾, 共翻找垃圾量约7000吨,仍未找到失联人员。 调查报告透露,目前,开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已与失联人员家属就搜寻工作达成调解, 并协助家属完成后市处理。 涉事单位已完成与失联人员家属的协商赔偿事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